有些人跟我說漁夫帶來的 我們台東清水不是米糕出名而已 還有一味叫做擀麵 這味也不錯吃喔 個人沒錯 來到這裡你看 整條雞都在賣擀麵 這裡的大樓一看 這就是建村改建的 所以這裡的擀麵 一定有這種擀心口味的喔 要先吃到一間 不然就為朋友介紹的 和網路推薦的 這間先開始 人家擀麵 對 聽說他要擀麵很好吃 擀麵很大 擀麵很大 牛雜 豬耳朵 豬耳朵 很棒一塊喔 擀麵 擀麵 大家都要做 不過呢 如果要做到清清外國人說 要擀麵 要擀麵 這樣喔 也是很不簡單 要什麼意思就是要有絕境彈牙啦 你還是炸麵 為什麼你有湯我沒湯 你沒點嗎 你看 你看 像在這裡在攪拌 就看它的麵條這樣 彈彈彈彈 我看自己吃的時候 它就是QQQ 好 全球沒看到這麼多粉 這樣水母你吃得好吃喔 太多啦 會太多吧 分量太多喔 太豐富 麵很好啊 麵好在哪裡 有嚼勁 有嚼勁 Q 拌一拌 味道 層次感很好 層次感很好 有小黃瓜 炸醬 豆芽菜 還調肥肥的 配吉麵粉 配吉麵粉 麵粉吃不完 做成麵 他就自己擀 擀出來的時候 他就 賣 所以幾乎每一家都會做事 嗯 幾乎 你可以講一講 如果說是村子 村子裡面的 這個地區的村子裡面 幾乎都會 都會感念 感念比如說是 好吃不好吃 口感的問題 口感的問題 好 這樣我看 我還有可以一間一間 這樣